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下一堂课应该是在下下礼拜一 也就是10月15号之后 我们一切都会恢复到原来的课程 每周一到五老师会做一个英语的讲解 每次英语的讲解 那当然说下礼拜老师要出差回台北 所以说下礼拜是完全休掉 那当然明天那一堂课 因为后天老师就要走 所以说也希望同学们不要太过分的想念老师 那还是一样 如果说第一次进入 我们这个群组在学习老师新的基础课程 大家心里要有准备 这是一个比较长的学习的课程 有配合老师的教材 来给大家做一个补强的动作 那当然如果是第一次进来的同学 那我们还是一样 老师在这边分享一下老师的桌面 教大家同学们 当然有些同学们已经有录了这个群 那有录这个群的同学们 要怎么样拿到老师的教材 老师再演练一下 在QQ的画面上 我们例如说一般同学们应该都是有QQ 如果你有QQ的话 老师给你看一下 老师是怎么样去操作 你怎么样去拿到老师的书 这个是教学的一个版面 所以说在老师这个地方有个CC群 有个QQ群 专门做个CC Talk这个地方 专门做个CC Talk这个地方 在这个群组里面 老师现在会分享 在这个群组里面 同学们进入到老师CC Talk 2018这个课程 今天有同学们在问 这个课程大概会多久 老师大概会 以我上一次的教学经验 他不会少于100堂 在这个QQ型之中 有放老师的书 也是老师写的 关于自然拼读 以及国际音标的 还有运音 联音 以及音数 这边结合的345 自然音标 345版 还有一个老师送给大家同学们的书 就是老师2002年 20012002 出版的一个初级英文语法书 这个地方 跟我们上课的都一样 还是一样 要跟老师这边做学习的话 至少 你必须要有其中我们的一本书 老师现在分享一个书的群 把它丢到老师的群里面 或者说你在跟着老师直播的时候 会看到这一个连结 老师打两道 同学们按了就可以进入到我的群组里 那有一些同学们在 他可能会有些疑惑 就是说老师做的这么多堂课 哪一些是规则在哪一类 老师也给大家来看一下 如果你加入到老师的群组里面 一般来说 在老师这个群里面 有没有注意到有个节目单 有个节目单 我给一些同学一个方向 有些同学们好像都太了解 给老师到底做过哪些书 像在这个节目单里面 有分节目 有些同学他是这样找的 这样找老师之前做过的课 那当然 老师做过的课从2017 不知道好像2016 老师就开始做了 所以老师又把它归类 有分类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节目单 在这个节目单这个地方 有的人是这样寻找的 从上网下看 老师基本上都已经把老师之前做过的课程 有排版过了 有排版过了 所以说应该这样子看 就可以看得出来 哪一堂课先 哪一堂课后 那老师还是要再强调一下 你看老师的课程 最好用电脑来看 用电脑来看的话 它是会分类的 它是会分类的 那有的同学们问说基础 我之前做的2017基础美语 那堂课跟现在的基础美语有什么不同 老师又讲的是难度的不同 难度的不同 那个是给小学跟国中 这个是给国中跟高中 还有大学 还有一些口语的练习 所以我希望同学们 进入老师群 先去找节目单或节目 老师有稍微排一下 那如果实在不会的话 我们在群里面有没有看作业跟文件 这里面也有老师之前排的 最适合小学生 生词精选 3,150个生词 或者我们的其他的一些课程 因素卡片 或老师之前做的其他种课 也都在老师的文件里面 或作业里面 麻烦同学们 自己稍微找一下 因为老师做过的公正课非常多 如果同学不是很了解的话 在老师的CCTalk这个地方 请去用电脑操作 在你的版面之中 可以看到他有分 国际音标 自然拼读 教发音的那一个群组 或者是教基础美语 也就是国小的90堂课 或者是你可以去寻找一下 我们现在最新的2018的课程 老师还是强调 老师做公众领域 Public Domain 做了蛮久了 老师也是比较 会给大家一个方向 一个方向 好 那老师先把老师的 互将的这个软体 先放旁边 给同学们看一下 老师顺便带一下好了 还有人的同学们问我说 就是说老师这边有个 有个自然音标的 第七版 第七版的那个 付费群是怎么回事 付费群它那个是只教发音的 就是利用老师在教的 这个运音逻辑 那个是完整版 去教发音的 如果你有兴趣只学发音 只学逻辑 你就去学那一堂课 那这一堂课 老师跟所有的同学报告一下 这堂课是比较算是美语 有教片语 有教语法 那反而我们这个发音 不是主轴 我们愿意 如果这堂课也加发音的话 会教的 会带不完 那老师再把它放旁边 有兴趣报其他堂课的 麻烦跟老师课后联络一下 好那还是一样 就像同学们可能问我说 另外一个群组是什么 那我在QQ这个地方 有一个有跟老师购买书的群组 那这个群组里面 一样也是有文件 你可以看到 在学习群组的这个地方 它有一个文件 它有一个电子书 同学们可以下载 那在这个地方 这个是第七版的 差异性在这里 差异性在这里 好那还是一样 我们现在进入到 我们的正常课程 我建议同学们先加入 我刚才的QQ群组 那你就可以知道 我们上课的内容 老师这边在用的免费的书 包含老师写的 是怎么样的一个进度 好那 有在我的免费群组 都有老师的这本书 也就是我们的丁大伟 一世代 这个初级英文语法书 那为什么写个2016 是老师在2016的时候 有给他做一个金牌 把它排成PDF档案 把这PDF档案 那今天我们一样是 上老师这本书 老师这本书 然后我们来上一下 来跟着我们的进度 那我们今天已经进入到 第十堂课了 还是老师还是要强调一点 很多同学们 都觉得英语 感觉就是说 好想再学一次 可是每次给他机会再学一次 不管老师在做免费的 或者付费的 我感觉上有些同学 要维持持续度 似乎有的人会打退堂股 那老师还是给你建议 如果你真的是想再学一次 麻烦你这一次就真的 跟着老师公众课 如果真的有兴趣 那你就真的再学一次 因为老师一直强调 这个美语 不管你在学什么 那你总是要花时间 那这样老师这边也有帮同学们整理一些 该如何学习 那也希望同学们 就真的 可以跟着老师这样一直下去 当然有问题也可以发问 好那老师先 等一下 不好意思 老师先 先找一下我的这个 这个地方 老师电脑的好像有点卡住 老师看不到讨论区了 等一下 老师按一下 好那先这样子 我们先往下走 那上次我们教了名词 我们也教了名词的变化型 也就是它的变化的singular 改成plural 那就是单数变成复数的一个规则 这个六个规则老师讲 一定要会背 那当然英语就分regular跟irregular 就是规则变化跟不规则变化 那我们继续往下走 也希望同学们会有耐心 因为像我们也教了集合名词 是一个什么概念 专有名词 专有名词可能就是proper name proper name就是讲我们人名 人的名词 那当然就像David 像David这样子的字 有的同学就会去想一件事 就说奇怪 这个人民是怎么来的 其实最早 如果你有的人他是基督教 或者什么 他就知道 老师取的这个David 也算是耶稣基督的12个使徒之一 其中有一个 所以很多人叫David 这个还蛮好玩的 如果大部分随便问一下 很多人就说 叫David的人非常多 好 那上次我们有教了一个 很简单的一个规则 就是主词加want 然后我们再加想要吃的食物 那透过我们这个界面 同学们可以记得一下 我知道有些同学们 他可能有兴趣会想要从事教美语 或者是他们在想说要怎么样 可以教得快点 那老师通常 我都是用Windows 10 我用Windows 10的内建软体就开始教了 所以说你只要打开内建的 我们讲Home Home Keep 一按之后 再到Stickies Stickies Sticker 那他就会打开这个画面 你就可以直接用手写板来写东西 那上一堂课我们延续下去 上一堂课我们讲了 我们很喜欢用一个主词 我们很喜欢用一个主词 再加 如果你喜欢什么食物 就加 情态动词 情态V 再加你想要的食物 做一个简单的一个学习 例如说你叫Are you he she Eat we they Are you he she Eat we they 也就是我们讲的一人称 二人或负数 三人称 以及We you they 这边要打个You 打个星号 在我们所谓的负数人称这个地方 那记得我们直接加情态V 那注意件事 你可以直接写I want 加这个情态动词 再加我们想要的食物 那食物呢 我们在前面可以加some这个字 上次老师教过some这个用法是很简单 因为some它是一个数量形容词 它给可数跟不可数都可以用 它两者皆可以用 所以上次老师稍微教了一下 数量形容词跟数量单位 再加名词的一个概念 那同学们可以再去回想一下 所以老师每堂课都会给大家再讲 上一堂课我们教了什么 这一堂课我们再做一个 再去做一个演练复习 所以记得want或者是wants 三人称的时候就wants 其他的我们都是用want 然后我们再加食物 那例如说I want some pizza I want some pizza I want some cake I want some milk I want some juice 这是一个很简单的用法 那当然就分名词 如果是可数 当你用sound的时候 它就是加s 名词不可数 那它就什么都不用动 什么都不用动 这是一个概念性的问题 我们讲的这个 很简单的一个用法 那老师顺便讲一下 有的时候我们在讲一个概念性的问题 就是我们来讲b动词跟前面的名词的一个关系 或者我们讲说b动词跟情态动词 去做一个转换 这是一个比较学 我们讲的需要思考层面的一个东西 很多人不太了解 b动词通常是可以用情态动词 直接做一个替换的动作 它通常可以替换 正是因为它们的 处于的角色位置 它就是我们讲说格来说 英语我们讲说对格 对格 对格的时候 b动词跟这个情态动词 几乎是在同样的位置 它们几乎在同样的位置 因此它们可以互相做切换 如果你这么个前面 如果是我们讲说是名词单数 如果配上b动词 这边就配名词单数 它如果是名词复数 透过b动词 它就是名词复数 对格这个概念 是一般来说我们在讲 就是说我们有时候去检 去检视一下我们的语法的时候 我们通常要有一个概念 前后怎么对 前后怎么对 到时候在教现在式的时候 老师还会教你一些特殊的技巧 所以在这个地方 刚刚我们上堂课有教过 数量单位跟数量形容词 数量形容词跟加数量单位 再加名词 可数或加名词不可数的概念 那再来就是Abstract DOM 也就是我们讲的这个抽象名词 上次也稍微带过 那抽象名词呢 它可能是有NESS结尾 MENT结尾 SHIP结尾 AGE结尾 好那我们先讲 老师顺便把这个概念给大家 带一下 字是怎么形成的 造字 我们讲造字 造字这个概念是什么概念 我们刚刚讲的MENT SHIP LY 或者NESS NESS 有时候手写笔会滑掉 这个叫做什么 这个叫做什么 有的学英语 有些人这个概念不是很足的 我来跟大家讲 这个叫什么 SURFIX 如果四组不同的SURFIX 也就是我们先讲一下 SURFIX SURFIX 也就是我们讲的尾根 SURFIX 尾根 尾根 那当然 我如果没有猜错的话 在中国这个地方 在内陆这个地方 它叫尾措 约老师不是很了解这个用法 一般来说 我们有些地方 我们讲叫字根 字根这个地方 大家需要听 所以有的时候 我们在翻译的时候 因国情不同 或者我们讲地方不同 那英文 英语来说 我们就是叫SURFIX SURFIX 那我来给大家一个概念 字通常就是根 中间的叫做root root前面 放在前面的 如果会改变这个字的意思 就好像UNR 加在某个字 它就会变成不一样 什么AB 这些 有些人喜欢背这个 那我要给同学们一个概念 如果我们今天 稍微讲到一点根的概念 就是根它本身 也就是我们讲前根 前根叫什么 PREFIX 尾根叫SURFIX 也就是我们讲的前根 跟尾根 合起来 它就会给字一个新的意义 当然root 是它我们就是 也就是在英语来说 称的base 就是它的最基础的一个 最基本的一个含义 举例来说happy 好了 happy是一个字 那如果我们前面加上 UN就unhappy 就变不高兴了 这是一个 从高兴变成不高兴的 一个最快的方法 最快的方法 也就是说 刚刚在讲的这个 MENT SHIP LYNESS 它是一个我们判断一个字 大概它是什么属性 哪个词性 词性也需要了解一下 但这个是比较深的一点概念 比较一个概念 所以在英语 在英语或美语 如果你去买一本字典 它就会排出一两百个 最常看得到最常使用的 我们就是 姑且是它叫根 或者我们讲的前根或尾根 也就是我们讲的前错或尾错 的一个 使用的方法 那这个概念你必须要有 但是这个概念 通常会 我们在引导学生的时候 它必须英语有一定的基础 因为如果你连根在哪都不知道 那你自然也不可能知道前根跟尾根 加在这个字之后 它该怎么做一个变化 或它从这个词变成那个词 怎么变化 但是基本的概念 就是我们还是一样根 配合前面的前根 或者后面的尾根 或者你们讲前错尾错 也就是prefix 加上root 加上surface 也就组成一个英语字 那在一般的英语字典之中 如果你有像刚才老子讲 举例那个字happy 非常简单 你会看到这个地方 有一个黑点 大部分字典 买字典的时候 都会发现中间有一个字 就叫黑点 然后这边再写个unhappy 那这个黑点落在的这个位置 在字典中 我们称 并不是称它是根的一个分界点 它反而是一个pronunciation pronunciation 也就是发音的 分界点 发音的分界点 多数的字典都是用发音的 我们称音根 也就是我们叫syllable 用音根来去分 这是方便学自然拼读的同学们 去做一个分 去快速的学习 也就是我们想做phonics 的一个分界点 在这个地方 所以如果你在问我 老师会给你一个definition 老师会给你一个解释 那当然一般 有的同学们不是很了解英语 会以为这个是字根 所以根有分两种 音根或者是字根 先来同学们注意一下音根 也就是syllable 或字根 字根就是root 这个概念来去做一个区分 但是多数的字典 标示的那个黑点 它是音根 它是把它分成不同的syllable 不同的音节 也就是说syllable 我们的翻译叫做音节 音节 所以一般的字典 都是音节来去区分 不是用根来区分 只是多半的音节 也就落在根的地方 多半的音节 也就落在根的地方 给同学们快速的一个导入 好 那刚刚这个地方 抽象名词形成 老师给大家来看 老师举个例 happy变happiness 这是怎么来的 老师来看 跟着老师说 hap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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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当然 happy的时候 如果分的话 它是分在这里 happiness就是什么 如果我们要念的话 p 去歪 去歪的时候 然后再加什么 ness 所以你可以看到 去歪加inness 因为结尾歪 它原本是行动词 把它把它名词化 变成名词 变成名词 所以在分音节的时候 我们就叫 happy happiness 我们这样念 happ p happiness 所以如果我们在讲 这个音的一个操作的方向 因为在happy的时候 我们的重音在第一个音节 落在第一个音节 落在第一个音节 所以第一个音节 我们可以看到 在分音节的时候 这边是个 原辅音 那它又是一个 我们讲的 heavy 在音 在我们讲 pronunciation 它是heavy syllable 重音节 或者我们讲strong syllable 强音节 所以这边 原辅音的时候 老师通常都教同学 如果是进阶 在学自然拼读 我就是教它mark mark intercept 做一个 interspace 去把它 做一个音节 区分 重音如果在这 原辅音 h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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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这边什么 p p p hap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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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美国人 他不会看音标 所以他是这样分的 happy 他这样念 happy 他这样念 因为他知道 这是落音 这样子 那他跳到 happiness的时候 因为 我们知道 这个地方 会展现成一个落音 所以他 通常念 e y的落音 通常落在 e happi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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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连续两个落音 因为 记得 多半的尾根 多半的尾根 通常就是落音 我们就称 weak syllable weak syllable 就落音节 weak syllable 落音节 落音 所以这就是一个一般来说的一个发音的一个概念 随便老师大家给你教一下 所以他落过来从happy 变在happiness happy happiness 就是这样子来念 在做一个操作 所以 有的同学问我 问老师 他说 老师 你教的这个 你什么时候才愿意教多音节 你什么时候才愿意教多音节的自来音标 然后当初做单音节的时候 老师当初做单音节的时候 单音节的 因为老师讲过 单音节最注重的就是要去找出一个字 你的判断能力 你能不能找到strong 强音节 你能不能找到强音的地方去做个拼凑 因为单音节 它是训练你的base word 单音节是训练你的base word 就是你对这个base 英语的原根字 原根字的判断能力 你找不到根 你又怎么能判断强音跟落音呢 这就是老师一直在讲 学英语要有概念 学英语要懂方法 随英语不能说替人家胡说八道 因为有些人他 他不懂得发音学 他也不懂得去判断一些根 他就跟你讲 看音标就好 我最怕这样子的人 那如果没有音标给你看时 你怎么办 老师举例 很多时候你都会发现有些生词 英语现在大概有 一百万个字以上 一百万个生词以上 我必须要跟同学们讲一些事情 就是说不是所有的生词 一般来说我们能买到的字典 差不多能买到五万字 到十万字 如果你跟老师一样买专业字典的话 也不过就十五万字到二十万字 这已经是很离谱了 很多字了 很大一本的字典了 那剩下的字你该怎么发音 很多同学他会有个困惑 因为字典里面第一没有地名 字典里面第一不提供地名的 的的的的的银标 不信你去买一本字典 多数字典都没有地名 第二人名也没有 你在字典里也找不到人名的发音 还有专有名词也没有 花的名字 某种某种元素的名字 名称 就好像我们在学chemistry biology 都没有它的音标 也没有它的字的介绍 那请问你 遇到这些字时 你该怎么发音 不过是说像你在这边 有些人讲说 我买本字典里就 绝对每个字的音标都有 我必须跟你讲 你是不是应该 你会讲这句话 就代表你没有认真去查过字 你没有认真的去买过一本字典 甚至去翻一翻 你遇到不会的字 到底字典里有没有收入那些音 到底该怎么发音 所以老师必须还是要强调 去学英语 你要知道方法 那很多像老师在这边 老师也在管一个工厂 工厂里面有一大堆生字 生词 专专业用语 字典里也找不到这些字 那你要该怎么去做一个发音 有些字甚至是工厂里面才有的 那一般常用 我们讲common words里面完全没有 那该怎么办 那你该怎么发音 这是我们要讲出一个判断 那多音节的单字生词 它就是必须要base word的概念要非常强 你的基础生词非常强 你才懂得去怎么做一个切换 你才懂得怎么做一个切换 那当然 今天老师稍微多讲一点 为什么会有自根 自首 我们叫prefix 也就是你们讲的 在内陆这边讲 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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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在讲很多人喜欢被自根 这个概念 老师在顺便 哪一个字 我们就用employ这个字好了 employ这个字 再做一个小小的解释 我希望有拿到我的书的同学们 其实透过老师这样快速导入 你可以知道employ 那注意一下employ 它一样在字典中 我们可以看到它 是在这个地方去做一个分界 而且重因在第二个音节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前面第一组 in它是一个字 字首 它是一个prefix 如果你有这个概念 你知道它是一个前错 当然同学们就会想说 em这个前错 它到底什么含义 它可能有很多含义 我建议你 还是去用正规的一个学习法 去看字典 懂得看字典的同学 他是幸福的 我希望说 老师教你一个快速的字典 该怎么看 因为有的人教了英语半天 学了英语半天 字典不懂得怎么看 就好比说你在学中文 你看不懂中文字典 这也是一样 很糟糕 所以我知道重因在第二个音节 所以我这个音标我就知道了 in 这边是一个弱音 in 这边是一个弱音 在pl 照抄 oy 就念oy employ employ 如果把这个字再加上 再加ment 这个尾根 所以你这时候就发现它分三个音节了 然后 ment 我们叫ment 那因为我们打个信号 因为大部分的ment 在弱音节 尾根的时候 suffix 尾根的时候 或者叫尾错 它通常都是你ment 所以我们叫employment employ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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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个样子 这个概念 那大家配合这个书 今天我们在讲的 在动词 employ 是动词 在动词名字后加上 age ment ship t t t 它就会变成到抽象名词 抽象名词 obstract noun 所以有些名字可以做可数名词 有些可以做不可数 就像鱼肉 指的是鱼肉 或鸡 chicken 指鸡肉 是不可数 但是fish chicken 单独只讲 是鱼或鸡 大鸡 小鸡的时候 则是当可数名词 所以说这个是一个概念 在这地方 那希望这边 大家对我看 这边有些 来大家看一下 像coke是可乐 是不可数 大写的coke 就是cocacola cocacola的 cocacola简称 coke可以用一杯一瓶coke 那就是可数 这个地方看一下 would you like what would you like to order I want coke how manycokes do you want 你要几杯可乐的时候 I want two cokes 那有的时候这样用 orange juice 是不可数名词 因为juice 在orange的后面 juice不可数 那它就变成这样子 那与种类来说 how many kinds of juices how many kinds of juices do you like 那这时候就变可数名词 there are several fluid juices and icebox there are several fluid juices and icebox 这时候就变好多种不同的饮料 那讲到这个不可数名词 记得老师上一堂课 老师上一堂课 上上堂课 老师教了一个概念 我们在这个名词 名词的一个统称的一个概念 我还是要跟同学们在讲 在我们学习老师的课程中 在老师学习的课程中 老师通常都会给你一些学习的概念 等一下 老师先看一下 老师今天 先把它调过来一下 因为我忽然间发现 我看不到同学 有没有打字出来了 老师刚刚给同学们看一下 我的后台之后 就好像他跳不回这个画面 我先按一下 那可能就算有同学 打对话给我的时候 我才有办法跳回那个画面 还记得一个概念 我们现在这堂课 还是落在名词 那名词一般来说 最主要两类分countable 以及uncountable这两大类 也就是我们讲 可数以及不可数这两大类 再给大家激荡一下脑力 再给大家激动一下脑力 刚刚讲的orange juice 我们知道orange是可数 那juice是不可数 所以我们把这两个字合起来 它就复合了 就变orange ju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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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个时候它复合的时候 它前面是可数 后面是不可数 那记得老师教过一个名词的概念 它的组合通常有n 空格一个n 所以就像orange juice 或者n n黏在一起 有的时候很多很好玩 我们在讲美式的拼法跟英式的拼法 当我们遇到复合名词时的时候 那很多时候美式用法跟英式不同 英式有时候它就会把两个名词黏在一起 黏在一起 直接就拼出来了 例如说美国它可能是叫taxbook 而英式可能就叫taxbook 就合在一起了 那老师不去困扰大家 我不想困扰大家 到底它是该合在一起 还是分在一起 因为在我们的书写环境中 在我们的书写或者杂志 你在读的杂志 有时候你也搞不太清楚 它到底是美国人写的 还是英国人写的 所以这会让你有点混乱 所以老师认为说 这不是一个初学者 应该真的去把它分开来 界定说到底这是一个英式拼法 还是美式拼法 那你就以你最常看到的那个拼法为准 就像老师学的是美式英语 所以我不太能了解英式英语又该怎么写 我们每次把它分开来写就好了 所以当然规范是不同的 就是我们讲的regulation grammar rules 我们的语法的规则是不同的 所以一般来说你可以看到N空格N或NN连在一起 或N有时候还会看到一个N-N 就是他利用这个dash 一个小横线去把这两个名词连在一起 或者N of N 那同样子orange juice 它就有orange juice 或者但是它没有连在一起的 我从来没有看到orange juice直接连在一起的写法 第二种没有 那有没有可能是写orange juice 横杠一个juice 这个拼法我也没看过 那有没有orange of juice 这个我也没看过 但是理论性 这是一个概念 有可能有这种拼法 不见得是哪里用法 像textbook就很容易 我们讲textbook 跟textbook 合起来写 或textbook 这个好像有可能 或textbook 写个r在这里 越可数 也是有可能 也是有可能 那怎么去看它是 它是可数还不可数 记得 后面有加ask 不是看前面 比如说前面就是要加ask 后面是单数 它还是singular 还是单数 所以我们必须要看这四种复合的名词 四种最常见的 我们复合名词的写法 都是看后方的加了s才变成plural 再给大家再复习 再变成复数 如果没有不是后面加s 同学们不用太介意 它应该就是单数 好 在这个地方 再来 这个地方就好玩 名词有分性 性别的性 名词性有分男性 女性 通性 以及中性 就像男性 father man boy 女性 mother woman girl 通性 通性的意思就是 它有可能是男 也可能是女 friend teacher student 中性 就它没有性别 pencil book table 稍微记一下 为什么要记得名词的性 名词的性 因为有时候透过他了解你他的性别 透过他了解他的性别 你可能你用先行句 先行句 先行句或我们讲的前导句 你的先行句如果用到了这一些先行词 先行句 我们就讲先行词好了 把它缩小一点 如果你已经知道他预设他是男的女的中性或通性 那下面再用代名词代替的时候 你的先行句的性别 当你用代名词pronoun 代名词pronoun去做替代的时候 那你当然男的就是he 女的就是she 不分的就是eat 对不对 所以要记得 为什么会要先了解一下这个名词的性别 或者他的到底是男性 女性 通性 或中性 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你有了这个所谓的先行词的 有一个句子一开头用到了个名词 如果你后面再用代名词去做替代的时候 你一定要用对正确的性别 比如说他前面是mary 替代词就是she 前面是John 替代就是he 前面是crokodile 鳄鱼 后面就是eat 这是一个我们讲说 为何要去学这个名词他的性别 不管他是男性女性 中性通性 你这一定要有一个概念 一定有概念 名词的性 还有一个叫做名词所有格 就是名词的字尾加上所有格符号 即形成所有格 这个很重要的一个地方 那我们来先来在这个地方来做一个演练 老师停在这个地方给大家做一个演练 记得老师讲过一件事情 记得老师在教语法的时候讲过一个事情 当你有遇到一个名词 当你遇到一个名词在句子中出现的时候 你要养成一个良好的习惯 什么习惯呢 老师现在去讲 就像我们老师之前讲的这些课程 有在带过的地方 老师讲了一个概念 讲到这个名词就是人事物地方时间的统称 people, things, objects, places, and time 这五个去combine together 混在一起 我们就人的名字是名词 人能做的工作是名词 地方的名称是名词 时间跟时间有关的词都是名词 或者我们讲说你看得到的事物物体 objects, objects you can see objects can be seen 这时候我们就称它叫做名词 这一个概念 讲到这个名词多半都是能买的东西 能买的事物 所以我们很喜欢在名词的前面 去加一个什么 去加一个什么 还记得老师前几堂课在讲 名字前面 我们很喜欢替大家所谓的属性 也就是谁的 whose property who owns it whose stuff is 到底是谁的 所以也就是我们运用了一个 definite 或者indefinite 的一个概念 在字典中我们常看到definite and indefinite 特定的或不定的一个概念 特定的或不定的一个概念 所以老师教语法都是连贯性的脚 当然一直会给你重复的去一个冲击 那你到底该怎么去看待grammar 用美国人的角度 那当然老师不会太咬文绝词 去讲太困难 所以讲到这个概念 你既然很喜欢在名词前面去加definite or indefinite 也就是特定或不定的一个概念 特定或不定的概念 老师再讲一遍 我们讲所谓的指定词 我们在讲指定词 不管它是有定或不定 特定或不定 一般来说就分哪几类 冠词 再一遍 所有格 还有指定代名词 记得老师前几堂教过 指定代名词 老师讲过 三种词不可混用 三种词不可混用 所以这是一个概念 所以我们遇到了名词 不管它是可数或不可数 你一定要在前面去 先给它一个想法 我到底要加冠词 所有格还是指定代 这是一个概念 那其实它就是definite 或indefinite的一个延伸 那只是说你会不会被 definite跟indefinite的这种用法 那如果它是指 它是不可数名词 那一般来说 这个特定或不定 那这个就比较不太能运用到 所有的不可数名词 因为所有的 我们知道很多不可数名词 它都是专有名词 那专有名词需不需要加 to definite或indefinite 就像China 就像China 我们的国家China 我们当然知道China 是一个专有名词 它都已经是国家名了 所以你会不会加theChina呢 当然不会 会不会aChina呢 当然不会 但是能不能加myChina 这就打一个问号了 那因为为什么我要的 老师要打一个问号 如果你加myChina 难道你是China的主人吗 对不对 但是特定限定的用法中 会不会myChina也能成立 看你的巨型 对不对 如果说你很爱中国myChina 那能不能通 那是也许是可以通 所以我们在讲在语法之中 它总是会有所谓的特例的一个情况 那一般状况下 我们就不可能用myChina了 对不对 因为myChina的时候 他人家讲说 怎么会是你的China呢 难道不是我的China吗 你怎么会拥有China呢 那不太可能 It's not yourChina It's myChina too It's ourChina 对不对 所以那当然用ourChina的时候 会不会更顺一点 对不对 那就对了 ourChina就通了 对不对 对不对 所以有时说我们再给他 再用一个其他的方式去改变你一个巨型 让大家更通用 不要造成你写了一个什么文章 让人家觉得好怪 这个文章好像出现了一些在我们讲说在思考逻辑中 好像不是能大家都能接受 not everyone can accept it 那这个就是一个我们在讲说在学语法上的一个问题 那但绕回来刚刚讲的这个名词所有格 名词所有格 所以老师再给大家一个概念 刚刚讲到了 刚刚讲到了 既然你会在名词的前面 去加所谓的definite或indefinite 去决定一下到底这是谁的 那一般来说我们可以加所有格 也就是我们讲的my your his her its our their 我们很喜欢用 这个所有格 所有格带名词 所有格带名词 我们很喜欢用所有格带名词 就是谁的 谁的 再加一个名词 再加一个名词 my什么东西 your什么东西 his her its our their 再加一个名词 所有格 再加一个名词 那当然 这个东西就是代表我的什么 你的什么 his什么东西 我们讲一个东西 我们来看范例 例如说 sister sister my sister your sister his sister her sister its sister our sister their sister 你 这两个合并 就是我的什么 那现在 为什么会有名词 所有格呢 名词所有格 就是我们在名词 上面打个apostrophe 打个缩写 再加一个s 就是什么东西 the 就是这个名词的 名词 the 什么东西 在这边 沿用 所以 从我的 姐妹的 你可以my sisters your sisters his sisters 所以我们念法就是什么 sister s sister s 好 就这样来念 就是代表 这个 你在讲的 什么的名词 the 然后我们后面 比如说我们加一个self seraphone seraphone 例如说你想讲我的大哥大 我的行动力的话 my seraphone 可是如果我这讲我姐妹的大哥大 就是my sister's seraphone 是不是就有差别了 my sister's seraphone your seraphone 你的姐妹的大哥大 我再把这个再延伸过来 在语法上 给大家再做一个延伸 来 同学们看看 salad 再加phone phone是可数 那一般来说 来看老师 出一个语法演练 我们来先讲一个简单句子 I have 我有一个 那cellphone的时候 注意看 它是一个集合 复合名词 那我们看后面是可数 并且是单数 是不是前面要加 er 来同学们看一下 老师给大家 就是来看语法上的一个整合 跟老师刚才讲的 这个语法概念 你们通 I have a cell phone 为什么这个地方要加er 因为我们看到phone是单数 所以我们看到这是一个n 空格n的复合名词 那并且后面是单数 因为它没有加s 所以它是一个singular 它是一个singular 单数形式 既然是单数复合 所以这边要加er I have a cell phone 所以这是一个不定 indefinite 我们没有替这个大哥大 我们的行动电话 加上一个属性 有 我们有加一个属性 I have a cell phone 因为这个cell phone 我们先讲 I have a cell phone 就是我一台行动电话 那别人也不知道 这台行动电话 到底长什么样 因为你这个句子 只是你的一个 我们讲说 在英文语法说 如果这是第一个句子的话 这就是我们的先行句 或者我们讲的先行句 第一个句子 第一个句子中 因为我并没有去交代 这个大哥行动电话 到底是很特别的行动电话 还是不特别 那我们只知道 它是一个普通的行动电话 所以我们加的是er 这个字 那有的人会说 那我能不能写 I have a cell phone 可不可以用这样子的cell phone 把用定管词 老师今天稍微把语法 的基础概念 把它拉上两三个层次 什么是 I have a cell phone 这个意思是什么意思 例如说 它一定 这个就是它的第二句了 而不是第一句 它的第一句可能是 or is anyone or does does anyone or does anyone have my phone or does anyone have my phone 有没有任何人 拿到了我的手机 这时候 如果你第二句 是这一句的话 I have the cell phone 就是代表 我拿到了你那台手机 因为有人掉了手机嘛 你拿到手机嘛 才会用定管词的 这是一个概念 所以很多同学们 他搞不懂 什么时候就 什么时候就 那这个老师就给你要 讲定跟不定的一个概念 定跟不定的一个概念 那今天老师稍微把语法 拉上一个层次 I have a cell phone 我们先还是回到 stick with the orange sentence 我们先回到原来的句型 I have a cell phone 再一遍 再一遍 老师喜欢做突破 让你了解你的语法 错在哪里 I have a cell phone 那如果我们先把这个句子 所以我们刚看到 这是一个N 空格N 然后可数 singulate 所以这边加个 不定的R 好 那我们现在用 再用另外一个句型 My sister's my sister's cellular phone 不好意思 My sister's cell phone is broken 我现在随便造一个句子 有没有看到老师把 cellular phone 位移到主词这个地方 但是有没有注意看 有没有注意看 前面有没有再加这个R了 没有了吗 有的同学就想说 哎 老师cell phone 前面不是有个R吗 怎么不见了 怎么不见了 正是因为 my sister's 也就是我们讲的所有格 加上名词所有格 再加cellular phone 那回到那个概念 老师是不是教过一个概念 记不记得 当你在讲指定词的时候 definite或indefinite的一个概念是 它就是 冠词 所有格 指定带 指定代名词 记得老师干加什么 不可混用 记得这个概念了没有 所以再回到上面这一句 回到上面那一句 我回到上面那一句 老师再重写好了 是不是回到上面 叫 my sister's cellular phone it's broken 是不是 cellular phone 前面遇到了一个什么 所有格 名词所有格 所有格加名词所有格 所以这个时候 这个phone即使是一个n加n 两个名词复合起来 然后后面可数单数 但是前面遇到了这个名词所有格 所以他不用再加贯词 也不用再加指定代名词 因为我们要知道 他们三个是同级的 也就是放在同样的一个位置 他们三个是不可混用的 也就是贯词 指定代 所有格 三个只要出现其中一个 另外两个就不可以再用 在这个地方 给同学们做一个经解 好 我觉得今天课程稍微有点困难了 稍微有点困难 老师希望今天要在这个地方 好 那再讲什么是名词所有格 我今天在这个地方 因为稍微有点困难 我希望同学们 去用一个思考层面去了解 什么是语法 老师讲过一件事情 老师是专门去找人家的错 去告诉你一些基础的一些语法概念 我们从简单的套用到难的 但是层层相扣 可能我的教法 这就演用延伸 可能是你比较没有想过 因为一般人背语法时 他就是一条一条一条背 那混合使用交叉使用 该怎么样去 为什么 为什么是这样 为什么是那样 有些老师解释不出来 他只会跟你讲固定的一些句型 像老师刚刚就给你做个突破 两种不同句子 为何一个有加R 一个加的 一个不加 差异在哪 差异在哪 希望你自己再回看一下 这跟我们讲说名词前面需要加指定词的一个概念 Principle 这个很重要的一个环节 如果简单的名词你可以应用 就算他这个名词变得比较难了 你还是可以应用 还有我们讲运用 这是一个概念 那回到这个地方 记得 复数的名词就是S后面打一撇 单数的名词就是一撇S 那我通常教同学们就这样背 什么叫做名词所有格 什么叫做名词所有格 就是不是代名词所有格 名词所有格 如果它是N 它是可属名词单数 单数的时候 我这边写个单数 它就是EPS 比如说我们叫Sisters My sisters 这样子 我的姐妹的 如果它是名词复数 就是它本身这个名词 我们是已经有S了 我们就是S一撇 那英文念法叫N apostrophe S 或者Ns apostrophe 比如说My Sisters 这两个差别 这个是我的姐妹代表 其中一个姐妹 老师到现在还没办法找到我们的对话栏 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 就是说老师现在 我给同学们看一下 这个对话的不见了 一般来说 我在教书的时候 这边应该我看得到你们谁打了什么 直到现在忽然间就什么都看不到了 不知道今天是系统的问题还是什么 我知道有些同学可能刚打了什么字 老师真的看不到 老师很想看同学们打什么 但是我现在系统跑掉 除非我关掉才看得到 不然你们打了什么 真的 真的我看不到 不是老师不想看你们打了什么 你可以看到我现在按老师和老师互讲 他没有字 一般来说你们打什么 我是看得到 所以跟老师 老师今天也只能跟同学们讲 不好意思 我还是拉到旁边 那如果是多个姐妹 多个姐妹 那我们就是 复数的SEP 今天记得这个就是名词所有格 名词所有格 今天教到这个地方 好还是一样 还是一样 那同学们记得一件事情 我希望同学们如果今天 有下定决心上老师的课 还是一样 老师待会下课会在群组里去发 老师这边给大家 现在老师在上课的这本书 到哪里去找 在老师的免费群里面 在老师QQ这个地方 老师提供各位同学 老师的著作 三本著作加一本语法书 免费的 大家同学们可以来 看看老师写的书 那在这个群 请大家待会老师课后 去发这个连结 有来这边 来同学们可以看 就是现在你在看到老师这本学习的书 那今天老师稍微停在这个名词所有格 今天老师教了什么 老师在讲 在快速的跟大家讲一下 老师今天就是教你名词 何为名词 名词为什么前面要加指定词 指定词又分哪几种 换词 索尔格 指定代 那为什么名词 前面很喜欢加所谓的属性 谁的 你的 我的 他的 没有人的 这个是你要学英语的一个非常基础的一个结构面 我不喜欢听很多老师把这一段把它弄得太困难 我是因为让你深深的体会 为什么名词前面会加一个所谓的属性 外国人就这么学 外国人不会把语法弄得太困难 但是在definite跟indefinite 它是有这个principle 为什么要这么加 为什么这么用 那你如果在这一关 你能度过的话 就算是语法变得比较困难一点 但是你自己知道你自己的错在哪里 对在哪里 该怎么用 因为有些时候讲的太咬文绝志 我知道有些很喜欢看高深的语法书 老师也喜欢看 老师非常喜欢看 但是觉得太困难了 对英语初学者 像老师讲老实话 老师学英语 写英语写书 都18年了 有些书太困难了 困难到连我看了都会觉得困难 那当然如果你是精进的 你已经是有非常好的程度了 甚至你是英语主修的 那你再去跟谈这一些很复杂 就好像你学中文中文系 到最后都开始在学成语了 如果你已经到那个程度 你去看精进版的语法书 老师不反对 因为文章 就是写得越难 越深 代表它的语文的造力 它的语更好 那今天老师就上到这个地方 因为老师现在已经没办法看到 老师给干预给同学们看到了 就是说老师的CC Talk 好像刚刚有点挂掉了 看不到任何人打任何事 那下课我再来看 那今天就到这里 下一堂课 我希望老师再给个连结 可以加入我的QQ群 免费拿一些书 那下次老师再上课 因为下礼拜老师要去台北出差 一个礼拜 因此我下一堂课是10月15号 暂定在这里 那也希望同学能理解一下 因为老师也有其他的工作要做 下一次10月15 我们再见面 那今天老师就到这里 也谢谢大家 今天来看老师的课程 感谢大家 那我们再过几堂课 我们再见面 再过几天 一个礼拜后 当然在QQ群的同学们 可以继续跟老师研讨